针对巴黎恐怖攻击事件 在美国访问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 除了表达哀悼之外 也严厉的谴责暴力 而他在离开纽约之前 还跟以前博士班的指导教授 共进早餐 来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 和好久不见的对老师共进早餐 国民党总统参选朱立伦笑容满面 拿出格罩回忆满满 纽约大学会计系毕业的朱立伦 最怀念这家辣味热狗 难得回来一定要再回味一下 一口饮料一口热狗好满足 对巴黎发生恐怖攻击 朱立伦代表国民党严厉谴责暴力 对伤者表达哀悼 我们必须要谴责暴力 对于这些恐怖主义 我们表达非常严正的一个谴责 访美期间对手蔡英文的副手人选扶上台面 朱立伦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返台后才会公布 而这一套访美 外界不免拿来和蔡英文做比较 访美的七天中就两天两夜在华府 更在一天内建完蔡英文访美时建要的美方官员 朱立伦进入白宫国安会前 美方也破例让朱立伦摇下车窗挥手 对访美成果朱立伦信息满满 朱立伦结束了七天的访美行程 虽然嘴巴上不说 不过感觉到他对美方的待遇跟安排很满意 活过之后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以上是公事记者联系朋友组 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昨天是到了宜兰 替立伦参选人来站台助选 而面对副手是否就是中研院副院长 陈建仁 蔡英文还是强调 等到确定会向大家报告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失误还要来到宜兰 替立伦参选人陈欧破站台助选 受到乡亲热烈欢迎 由于身兼蔡英文竞选总部主委的高雄市长 城局先前间接证实蔡英文的副手就是中研院副院长 陈建仁媒体今天持续追问 蔡英文依旧强调 等到确定了会向大家报告 今天城局市长也先帮您宣布了 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期间 持续批评她的两岸政策空洞的说法 蔡英文也中砲回应 批评朱立伦是把国内的政治问题 带到国际上 我们内部不同的政党的这种立场 把它带到国际上在海外的这种外交的场合 这跟一般我们普遍大家的 对于对外关系处理上的这种信念 是不合的 所以我也觉得很厉害 对于有国民党立委表示 如果把选票投给民进党 就如同法国恐怖攻击一样 会造成国内的不安 蔡英文碰批这种说法很不恰当 她觉得这次大选 台湾人民比上次大选时成熟许多 会为选后的国家发展好好思考 记者陈嘉欣张国良 SNG小组宜蘭报道 继续再来看到 昨天有一群住在彰化跟云林的民众 北上来到了总统府前 要求中央政府应该要尽快的通过 云林县政府禁止燃烧生煤与石油胶的自制条例 住在彰化台西村今年七十二岁的许玉洁一早搭着游览车和云林彰化的民众北上 为了空污到总统府前成情抗议 薛老先生表示因为政府漠视和重荣财团燃烧生煤污染空气 让他不但有肝肾疾病 太太女儿更罹患癌症 拿着清有黑白的遗照 这些居民控诉中央政府主党云林县 禁止使用深煤与石油胶制止条例 放任六清继续排放出 细悬浮为例皮炎2.5 以及毒性更高的挥发性有机物 让当地离癌人数增加 陈情的居民不把有的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有的民众跟带着小孩到场表达诉求 民众认为如果先任政府无法保护他们 希望新的政府和立委能够协助他们 别让财团继续污染这块土地 剥夺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权利 记得李志华谢其文台北报导 台中新设花海 每天几乎都是人潮满满 尤其遇到了周休假日更是爆满 光是上山就要超过两个多小时 甚至还有救护车也困在车阵里头 救护车焦急赶着救人 不过就是被困在车阵里 让救护人员好心急 好不容易让出了一条路 走了一小段又被车槽堵住 通往新设花海的车槽里 不只山下塞 山上的花海区 停车更是个大问题 公有停车场车位全满 周边的连外道路也被车槽挤爆 有驾驶人搞不清楚洞线 差点和保全人员起冲突 台中的新设花海 假日涌入太多的人车 上山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来到花海区 不少游客太兴奋 还是踩进了波斯局花庭里 而在花坦节的展场 童话故事般的氛围 要拍照还得耐着性子排队 就连要搭接驳车 也得等上两个小时 师傅表示虽然已经协调加开 接驳车也调波车道 不过还是难以应付过多的人潮 除了呼吁民众 多多利用非假日离风时间 搭接驳车上山 也正在研议将花坦节搬到市区 避免人车过度集中 也给当地带来过大的冲击 记得林建生 台中报导